我們附近的經理有 領導謝韻雄先生提案 當你從商店 從我們家前面講過 我們家是住家哦 你出來的每一個 跟你打扶的都滿意 有的是不滿意 第三個 每次施工路面的 水利路面的故事 跟舊的路面跟新的路面 都有一個落差 他都不會把它當上整瓶 我算是我們不滿意的 那我還要 是 起訴他載 他都不滿意給他 有些村民 起摩托車的時候 雖然有沾一點久 這都是違反的交通法規的規則 但是我們的村民已經起摩托車 已經到了門口 等我們的岩井還是把它開大呢 我們農人 工作就是要有產業道路嘛 有道路 貨台出的機碼 或者恰恰出的三公尺 來做一條道路 讓我們學校後面 但我們要去哪裏 讓我們念 我們都會不滿意的海洞 我們都會不滿意的海洞 我們都會不滿意的 我們都會不滿意的海洞 至於指標線可以亂動嗎 因為精神保理可以碰嗎 先講好 可以動再動 這個 既然現在已經在那邊 就 每一個部落都很安全 好 就放在那邊 要通知鐵路局 第二個 要通知公路局 第三個 要通知 做法 我們的村民的提案 非常的勇業 那最主要就是說 只要村民提了案 那公所能不能消化 這個就是要守戴 看我們的公所 香港的 團隊的領導之下 他們的智慧 兩村的村民 非常的能力參加 但是他們也提出了 蠻多的意見 我們這些 他們所提出來的 我們一一的來 往上報 最後 我們會一一的 跟我們所有的作點 做一個 很多人提出來 事件有提案 後來又加上臨時動議 不能說 今天馬上解決 後期我們知道問題在哪裡 慢慢來解決 那公所經費 當然我們會來做 也應該提報的 提報的 比如修煙7號這些 我們會來往上來提報 應該可以慢慢來解決 可以 可以 我們去做 我去的嗎 那個有任何好 先去 就好 抱歉 帶子 給我一下不做菜嗎 好 好